现任田径协会理事长叶振燕 投入体坛长达30年 5月7号受国体大颁授名誉博士学位 他对体坛的显著贡献 包括2001年开始 担任10年的网球协会理事长期间 培育出张永然 谢淑薇和杨宗化 在广州亚运勇夺三金两银一铜的成绩 近年也推广田径 运动物理治疗等等 希望帮助运动员争取更多舞台发挥 这是对我过去30年来 投入体育运动的一种肯定 当然我也会继续走下去 有关于我们田径选手 我们更需要企业界来支持 因为选手可以说没有什么表演的舞台 两三年当中 我们田径项目可以这么好的发展 除了说选手跟教练的配合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协会 还有团队的努力 理事长他们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叶理事长在典礼中细数一路走来的回忆 也分享还在努力的目标 说他今年已经80岁了 让不少人惊叹有什么保养之道 至于这长寿又健康的原因 正是他推广体育的初衷 我在年轻的时候是有气喘病 那么气喘病当我接触网球运动以后 后来我都不用吃药都已经不要而已 所以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运动的重要 透过资深经验了解运动的好 进而生根体谈 希望每一位选手都获得妥善照顾 就是叶正宴坚持的理念 汲取未来持续发挥影响力 提升台湾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YTV新闻采访报道